根据外媒消息 爱立信对于四十个国家当中的十万名消费者进行调查 其中一半人认为智能手机将会成为历史 而这将会在五年之内发生 替代智能手机的将是人工智能 后者将会使人们无需智能手机屏幕即可与物体互动 85%的受访者认为可佩戴电子助手将会日渐流行 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未来能够与家人 包括家电进行谈话 就像和人交流一下 新班的受访者认为 AI也就是人工智能系统 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老师